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美國大型醫療安全裝備製造商告訴白宮 北京禁止他們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時 向美國出口產品 同時 北京又搶空了 全球個人防護用品市場的幾乎所有商品 《紐約郵報》4月5號報導說 川普總統連任競選團隊的高級法律顧問詹娜·埃利斯說 中共的做法相當於刑法上的謀殺 美國正在考慮針對中共的法律行動 他說 人們瀕臨死亡的邊緣了 中共那樣故意的冷血的預謀行動 會被視為一級謀殺 報導說 一名白宮高級官員披露 美國生產口罩的3M公司 和霍尼維爾公司的高管告訴川普政府 中共在今年的1月份禁止他們 將在中國工廠生產的N95口罩、鞋套、手套 還有其他個人防護用品出口 北京以批發價向這兩家公司購入這些產品 不准他們賣給其他任何人 但同時北京又在全球大量的搶購、手套、護目鏡 和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 中共海關發布的數據顯示 中共在1月24號至2月29號 進口了24.6億批流行病預防和控制材料 其中包括來自歐盟、澳大利亞、巴西和柬埔寨的 20多億個口罩和4億套防護用品 總價值達12億美元 埃里斯說 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控告中共的選項 包括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訴訟或運用聯合國機制採取行動 英國《泰晤士報》4月6號報導 英國從中國訂購的數百萬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測試盒都不合格 英國測試主管約翰·牛頓5號證實的這個消息 他說 英國政府從中國訂購的測試盒 只能測出感染中共病毒的重症病人 根本測不出輕症患者 還有無症狀患者 牛頓表示 英國不再購買現成的試劑盒 而是希望與企業合作 提高檢測性能 他說 一個有效的測試方法 可能需要幾個月才能夠得到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